七八口人根本不成问题 女人只是在家里不停的带孩子管老人 就已经占据了她的全部时间 所以一个人养活七八口人 那时候多生一个孩子 叫多百亿双筷子而已 根本不构成任何负担 可是今天呢 不但夫妇两个人整天奔忙 而且养一个孩子 是中等收入家庭都难以承担的费用 华商报统计 说现在把一个孩子 从幼儿园养活到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 你没有上百万元是很难实现 所以我就很奇怪了 你说你今天物质生活丰富了 这不叫物质生活丰富了 这叫生存成本提高了 把概念搞 别搞错 可能有人会说 古人没有汽车 没有电视 可你要知道 你今天汽车是你的生活必需品 你没有汽车 你上班都上不了 甚至菜都买不回家 你说没有电视 总该可以吧 是可以 可是你这个艰苦朴素的优良品种 一定会因为找不见老婆而段子绝孙 所以我再强调一遍 这叫生活成本提高了 不叫物质生活丰富了 不仅如此 你今天的生存安全感 还在一路丧失 我举一个例子 古人是误误交换 早期从来没有通胀 到后来重金属作为货币 即使在欠收年节 粮食也不过涨价两三倍 可我们今天使用的钱是什么 是纸币 是假钱 较超 这种东西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通货膨胀 它在正常年份 每年通货膨胀 2%到3% 也就是每15年 购买力下降一半 更重要的是 它动辄发生恶性通货膨胀 我举例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德国战败 在魏玛共和期间 在短短两三年时间里 德国马克通货膨胀8万倍 1948年到1949年 民国政府行将崩溃 他的法币和金元券 在一年时间里 通货膨胀3万倍 直到19991年前 苏联解体 苏联卢布一息之间 通货膨胀12000倍 原来一卢布换3美元 短短几天时间 变成4000卢布换1美元 我们就拿通货膨胀1万倍来计算 它是个什么含义 一个千万富翁 一夜之间变成不到1000块钱的穷光蛋 这就是为什么 今天即使是百万富翁 千万富翁 亿万富翁 他都没有安全感 他得拿自己的钱去干什么 去投资 投到哪 汇率 房产 股市 期货 这些东西是什么 是一个每分每秒 都在不断震荡的曲线 请大家想想 你把你的身心 抛洒在这条每分每秒 都让你心惊肉跳的曲线上 你还有什么幸福可言 你幸福个鸟 这就是为什么 古人从来用不着编制幸福指数 人类一定是缺什么才喊什么 你今天是因为丢失了 那个幸福感 出在极度的焦虑之中 和不安定之中 因此你才得编制幸福指数 请大家注意听我在讲什么 我在讲一个 表面上是一个相反说法的 对文明的评价 现代人对文明进步 给予高度评价 它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他不知道 古人的生活状态 生活安宁状态 和生活幸福状态 古人生活是非常悠闲的 是非常宁静的 是绝无处处实时处之焦虑的那种宁静 而悠闲 是幸福三大基础的要素之一 你连悠闲都丢掉了 你还有什么幸福可言 今天的文明 之所以我们人类给出误判 是因为文明已经长成一个 枝繁叶茂的大树 今天的人讲文明 相当于盲人墨像 相当于一叶账目 什么意思 你指着文明大树的一枝一叶 别说这就叫文明 谁都看不清文明的全貌 因此才会对文明 做出进步论的误判 为什么古人对文明 都是持批判态度的 从老子到孔子到佛陀 你仔细想想佛教讲什么 戒定会 他要戒决什么 戒决文明的纷扰 为什么古人对文明 都是批判态度 是因为古人看待文明 文明才是一个小小的树苗 他能看清文明的全貌 并且能看清文明增长的趋势 因此他们眼睁睁地看着 文明进步的过程 就是人性败坏和人类生活灾难化的进程 因此他们对文明 大多取负面评价和警惕心态 这就是先秦时代 中国先贤们的基本社会观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 先秦时代的文化速成 达成保守论的原因 我们又由此可以看出 先秦时代对中国文化 基本思想格调的奠定作用 和奠定有序状态 他标志着一些深刻的眼光 存留在其中 他同时为中国后来 两千多年的稳定生存 奠定了全面基础 这就是先秦时代的大背景状态 作为第一次社会大转型 对中国文化和生活 基本构造力所在 这就是孔子生活的 那个时代背景状态 和文化生发状态